看似是一部机器人大战怪兽的日剧 但是却是一部非常神奇的蜘蛛侠作品 为什么漫威之父斯坦里对本剧赞不绝口 土豪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最像盗版的正版蜘蛛侠 1978年的日本东映版蜘蛛侠 Spider-mong 故事非常简单 社会小青年拓也被恶人追杀掉入洞穴 众所周知影视作品中误入洞穴 却必有其遇 果然一个来自蜘蛛心的外星人认定拓也就是天选之子 给了拓也一个智能手环 并给拓也注入了自己的血液 从此拓也可以通过小蜘蛛电话手表变身蜘蛛侠 这个变身画面也是相当别致的 而且每次变身后都有非常鬼畜的亮相 蝙蝠侠有蝙蝠扯 蜘蛛侠也有蜘蛛侠 而日本版蜘蛛侠那必须也能召唤蜘蛛侠 牛逼不牛逼 不过这才哪到哪 他还能召唤宇宙飞船 牛逼不牛逼 不过这才哪到哪 蜘蛛侠还能飞船内操作他变形 变成一个巨型机器人 蜘蛛侠都这么厉害了 那反派自然也不能落后 铁狮子军团为首的是来自外星的怪兽博士 他有一个女手下亚马逊女王 博士还挺会选手下的呀 怪兽博士通过400年的研究 研究出了大杀气变形巨兽 这道具大哥你是投资人的救命安人吧 没事这是没变身 变身之后 大哥你是电瓶车吗 还配个遮阳棚 你还怕晒黑不成 不光这一个怪兽这么有喜感 总共41级的电视剧 几乎每个怪兽都很有特色 有害虫系的开远光的苍蝇怪 又穿着金属内衣的屎壳狼怪 还有普普通通大小的南方蟑螂怪 又长得像海鲜拼牌的怪兽 还有长得像吃完海鲜拼牌后拉出来的怪兽 而各种海洋生物的怪兽 长得那是一个塞一个的可爱 这长相是准备笑死蜘蛛侠吗 你这还吓人呢 被绑架的大哥不笑场 已经很给面子了 是不是自己的有点尴尬呢 还有各种奇特的杂交怪兽 比如牛和坦克杂交的怪兽 灰太狼和火箭加特林杂交的怪兽 这个大耳朵怪兽 我以为他的技能是顺风耳 没想到他的技能是笑觉 特别灵敏 你连鼻子都没有啊哥哥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真不知道的 不光怪兽有看点 小喽喽兵都很有特色 一个个的非常鬼畜 咋来小怪用的是二机网 延迟有点高啊 当然不管怪兽千变万化 最终他们都会选择变身巨型怪兽 一旦变成巨型怪兽 蜘蛛侠就会驾驶飞船变身巨型机甲 使出光芒神剑一招制敌 每集都是一样的套路 不仅如此 几乎每集变身和必杀技的画面都是重复使用的 据说是机甲的皮套而拍摄期间被偷走了 导致只能用之前拍摄的画面凑数 本片的剧情也完全不是好莱坞那种俗套剧情 比如有一集一位孤儿发现了反派的秘密工厂 被反派开车撞伤 情急之下蜘蛛侠给小朋友输了血 有了蜘蛛侠血液的小朋友和蜘蛛侠有了心灵感应 战胜反派后小朋友表示 我们现在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液 就像兄弟一样 蜘蛛侠也表示 小朋友你现在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了 气氛都轰到这儿了 小朋友说既然我是孤儿 那我们以后生活在一起吧 蜘蛛侠非常感动 表示不行 你得去孤儿院和其他孤儿一起生活 你 还有一集 反派亚马逊女王推断社会青年唾液 就是蜘蛛侠本侠 大boss怪兽教授问 你说他是蜘蛛侠 你能拿出什么有利的证据证明他就是蜘蛛侠吗 你是怪兽博士还是法学博士 一罪从无啊 亚马逊女王也是耿直 你要证据那我非要证明给你看 于是他前逢百计活捉了蜘蛛侠 必要亲手摘下他的面具 看看他究竟是谁 究竟啊 究竟啊 你哥这玩穿剧变脸呢 蜘蛛侠套娃啊 就不能一枪干掉他 然后慢慢看吗 最终当然被蜘蛛侠顺利逃跑了 后来怪兽博士对亚马逊女王办事能力表示怀疑 于是偷走了两具 一千年前亚马逊女杀手的木乃伊 比复活了他们 这两位千年前的女杀手战斗力爆表 女杀手一号擅长使用弓箭 那可谓是百步穿扬 女杀手二号擅用冲锋枪 那枪法 等会儿 一千年前的女杀手为什么擅长冲锋枪啊 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这不近半个世纪前漫威授权东映制作的作品 现在看来有很多地方不那么完美 但是比同时期美国版的蜘蛛侠 看上去还是要生动有趣的多 不仅如此 蜘蛛侠控制巨型机甲变身这个设定非常的超前 对日后的影响巨大 80后观众熟悉的战神金刚的合体后的机器人和本片十分相似 就连必杀戒都如出一辙 很有可能是受了本片的影响 而最开始设定中并没有巨型机甲的设定 不过东映方面觉得单纯的蜘蛛侠在日本不够吸引人 日本在杂志宣传中还加入了假面骑士和蜘蛛侠的合照来吸引观众 东映觉得巨型外形机器人非常有看点和卖点 最终说服了漫威同意他们加入了这个元素 漫威之父斯坦里的采访中 对于这部美日文化大杂会的蜘蛛侠评价也颇高 据说在明年的蜘蛛侠偏行宇宙二中 日版蜘蛛侠和它的机甲也会出现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这部日版蜘蛛侠